长城是中国古代的伟大杰作,即便是在今天也依然有着重要的文化历史意义,但实际上长城只有不到十米的高度,在古代是否真的能有防御意义,又能防住什么,这是一个让许多人困惑的问题,然而美国历史学家却告诉我们,一到长城却把欧洲给坑惨了,这里是史约馆,订阅我,了解更多神秘的历史故事。 是,大家都知道,古代的湖人就是现在的蒙古人,蒙古人给人的印象是非常强大,强大的,当然,湖人的祖先也是如此,他们是高原地区的游牧民族,他们以放羊,羊马为生,饮食以牛,羊为主,不久之后,随着湖族的壮大,一个问题出现了。 实物严重短缺,所以强大的湖人,为了获得更多的资源,组建了骑兵团,不断骚扰中原边境各地的安宁,他们专门掠夺中原的粮食,财务和妇女,秦国虽然可以凭借数量优势击败这些湖人骑兵,但湖人善游激战,见人少就打,见人多就跑。 所以,中原边境的百姓普莱恩斯惨不忍睹,只能被他们屠杀,湖人的作战手段极为狡猾,使得秦国边境不得安宁。 秦始皇对此非常愤怒,于是想了一个办法,修建长城来阻碍胡人的入侵,据《史记蒙田传》记载,秦始皇派蒙田北区匈奴,占领河南后,用三十万大军镇守边关,修筑长城,历时九年才完工,只是当时的城墙高度比现在低一些,显然,这样的矮墙根本无法阻挡野蛮人,既然如此,修筑的长城无法防御敌人,那岂不是失败了? 要知道,修长城耗人费钱,费势费力,难度很大,那么,古代修建如此庞大的工程有用吗?很多朋友不明白这个问题,专家给出了答案。 长城的修建给蛮族带来了不幸,长城虽然无法阻挡胡人,但却可以有效地阻挡胡人的马匹,胡人失去了马匹的速度优势,无奈被秦人击败,到时候,他们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了,而且,塞外土地贫瘠,不宜耕耕,而塞外土地肥沃,雨量充足,是种植的好地方。 因此,在冬季来临之前,胡人就会组成成群的骑兵,前往中原掠夺粮食,长城的修筑,使得胡人无法起兵入侵,只能忍受严寒和饥饿。 从此,胡人逐渐衰弱,而秦国则日渐强大,这项伟大的工程为秦始皇后来的统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 而且,长城除了阻挡胡人之外,还有一个显为人知的功能,那就是可以防止伤人走私。 我们都知道,在古代,打仗最重要的就是武器,由于胡人的武器质量较差,所以他们总是使用价格昂贵的武器,以合理的价格向中原进口优质武器。 当然,中原大帝是绝对禁止出售和出口这些武器的,但是总有一些不法伤人为了谋取暴力而走私武器,长城建成后, 这些不法伤人的获利途径就受到了限制,因此,胡人逐渐衰弱,无法再入侵秦国,长城是古代最大的军事防御工事。 其修建时间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州时期,著名的烽火系诸侯典故中就出现了长城的身影,后来到了春秋时期,诸侯争霸,长城的修建也达到了历史上的第一个鼎盛时期, 从西州开始,连绵不绝的长城一直修建了两千多年的时间,累计长度达到了五万多公里,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, 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大一统王朝,当时在方式之间还流传着王秦者胡也的衬言, 秦始皇得之后,先是派遣蒙田率三十万大军北征匈奴,之后又命蒙田修建长城。 将袁仙燕、赵、秦三国的长城连为一体,形成了西齐陋西临陶、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, 为了防范北方匈奴的侵扰,在匈奴出兵的时候能够迅速派兵抵挡, 秦始皇在公元前212年又派遣蒙田监督修造秦直道, 这座北起九元郡南至林光宫的秦直道长达七百多公里,堪称是古代的高速公路, 自建成后的两千年时间里,秦直道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, 是三秦大帝通往草原的最便捷通道,一直到清朝末年才被逐渐废弃, 无论是长城还是秦直道,他们主要防范的都是北方的游牧民族。 这些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都是骑兵著称, 作战时来去如风,令中原王朝非常头疼,长城虽然不高, 但是对于阻挡这些草原骑兵还是起到了很好的效果, 所以,无论是秦汉时期的匈奴,还是隋唐时期的突厥, 都曾经对一长城妄强兴探,对于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来说, 他们虽然有着神郡的战马,彪悍的战士, 但是却缺乏工程器械,草原上也找不到制造工程器械的材料, 因此,就算长城最低的地方只有四米,高的地方也不过十几米, 却成为他们难以逾越的天谴。 就算他们能够通过攀原翻过长城, 也无法将骏马和资重也带过长城, 在古代历史上,长城在阻挡游牧骑兵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, 中原王朝只要能够牢牢扼守住几处重要关卡, 就能够阻止这些游牧骑兵进入中原, 而且连绵不绝的长城上还有这一座一座的烽火台, 能够及时通报游牧骑兵的动向,除非是关卡失守, 不然的话,游牧骑兵是很难冲过长城以南的, 现代考古学家通过测量发现,万里长城刚好是沿着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修建的, 从气候学上来说。 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刚好是半湿润和半干旱区的分界线, 也是森林植被与草原植被的分界线, 除此之外,400毫米等降水量线最主要的一点就是, 它还是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, 所以,早在数千年前的古代, 人们就已经找到了修建长城的关键地点, 由此可见,万里长城包含着古人的多少智慧和心血, 很多人觉得长城修建的太低, 平均高度还不超过十米, 恐怕难以发挥作用, 这样的想法其实是错误的, 长城在历史上对抵抗北方游牧民族发挥了重要作用。 特别是在西方历史学家眼中看来, 长城的修建可是把欧洲坑惨了, 因为长城的存在, 那些难以进入到中原的游牧民族, 只好转向着欧洲发展, 匈奴西迁时发动的一系列的战争, 更是直接导致了东西罗马帝国的灭亡, 据竹书记念记载, 周游王魏博美人包四一笑, 便点燃了烽火台, 这个举动使诸侯误以为有外敌来袭, 纷纷率军持援, 这一烽火系诸侯的典故, 正反映出当时长城雏形已经出具规模, 并建立了烽火台等设施, 西周时期的长城主要分布在陕西, 山西一带, 作为周天子重要管辖区域的西北地区, 经常受到北方草原部落的骚扰, 为此, 周王室在西周中期开始修建简陋的长城, 以保卫自己的统治, 修建长城是一项浩大的工程, 它绵延数百里, 需要动用大量人力物力, 为监督长城工程, 周天子还专门派遣王室宗室前去督办, 长城沿线争调民夫进行建造, 有时甚至要中断农业生产, 据说当时老百姓对此颇有微词, 长城为周王室的科捐杂税和摇曳所累, 尽管长城修建兼具, 百姓疲于奔命, 但它的防御功能不容小觑。 在长城修建后, 北方草原部落果然对周王室的西北疆土, 发起的骚扰大大减少, 中原地区得以安居乐业, 这使周王室看到长城防线的重要性, 决心继续加以维护和扩建西周时期的长城出行规模上小, 但它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防御体系的基础, 从某种意义上说, 中国的万里长城就源于西周这些简陋的成员, 它展现出中华民族从古至今坚持国土防线, 抵御外敌的决心, 公元前221年, 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秦朝, 他将早期各国修筑的长城连成一体, 使其成为我国第一条贯通东西的长城防线, 这就是著名的万里长城的由来, 秦长城大致呈东北西南走向, 从河套至辽东, 全长进万里, 它利用陕西、山西、 内蒙古等地的深山峻岭作为天然屏障, 然后在山顶修建城墙, 既巧妙利用地形, 又增强长城的防御能力, 相比西周时期简陋的长城, 秦长城凝聚了更多人力物力, 据《史记》秦始皇本记记载, 秦长城发遍百姓十余万人作之, 可见修建长城动用了大量劳动力, 长城沿线设有屯田啃种, 供应建造和驻守军队的粮食, 长城建设对百姓是一次巨大的劳动负担, 有的老百姓不堪其扰, 纷纷逃亡, 为此, 秦朝规定长城工人不得擅自离开, 否则一律处死, 严酷的摇曳和处罚, 使长城沾染上了劳动人民的邪语类, 然而, 新秦建设终于换来长城雄伟壮观的辉煌, 秦长城不仅高大结实, 而且设有艰巨于树里的烽火台, 发现敌情石燃烧烽火传递讯号, 这种简易而有效的通信系统, 使长城的警戒体系更为完善, 在长城沿线和要害之地, 秦朝还驻扎了大量军队, 配备强力武器, 以防备北方游牧民族的突袭, 秦长城的修建, 第一次形成了我国北方疆土的统一防线, 使中原腹地免受北方威胁, 为秦朝的统一王朝, 打下监视基础, 公元前206年, 秦朝覆灭, 汉朝建立, 西汉时期, 匈奴势力强大, 长城再次成为抵御其入侵的重要屏障, 为此, 汉武帝派兵深入边疆, 大力修筑和加固长城, 汉长城比秦长城修建的更为坚固, 城墙多用石头修建, 不再是土壘, 其东端延伸至朝鲜半岛, 西端到达河西走廊, 全长达一万多公里, 比秦长城还要长上千里, 汉武帝为修建长城, 争调了数十万军民前往边境, 长城工程规模之大, 空前绝后, 汉朝史书记载, 自十二年七月至十一年十一月, 历时四年余, 发五十余万人, 书前十亿以上, 可见汉长城的修建之间距, 在汉武帝开拓边疆的政策支持下, 长城不仅得以加固扩建, 也使北方边区得到较大开发, 汉朝在长城沿线设置屯田驻军, 使之形成一个军事、政治、 经济相统一的边疆防务体系, 汉长城的修建, 对巩固汉朝疆域, 推进北方开发发挥了重要作用, 公元1368年, 朱元璋建立明朝, 面对北方蒙古等民族的威胁, 明太祖下令在秦汉长城基础上, 大力修筑长城, 这就是后世所建的万里长城的雏形, 明朝修建的长城, 利用天然屏障, 东起压禄江口, 西纸嘉宇关, 绵延上万里, 城墙多用土夯铸成, 也有石器的部分, 城墙平均高八米, 宽六米, 基部更宽达十多米。